字幕提供 橡筋除了磅液之外,難道只有一毛是柱? 當然不可能,橡筋有什麼用途呢? 我們馬上來看看今集的小貼士吧! 每次用番茄的時候都覺得濕粒粒 只要在番茄盒上面加兩條橡筋 一個可以取水的番茄盒就做好了 沖茶包的時候一不小心,標籤就會沖下去 這個時候我們只要用橡筋固定著茶包的話 這樣沖的時候,它就不怕掉下去了 當一些玻璃硬扭不開的時候 架條橡筋在蓋上可以增加摩擦力 一扭就搞定了 用鉛筆寫錯字,但是沒有膠擦 用橡筋都可以先頂著當 緊身褲的褲鏈整天掉下來真的…很尷尬 在褲鏈的位置穿條橡筋再固定好 這樣就不用怕再尷尬了 當褲子瘦了的時候,橡筋都可以大派用場的 當褲子瘦了的時候,橡筋都可以大派用場的